运球就看Uncle Drew 战术就学Couch Lou 大家好 我是非官方鲁鱼双胞胎兄弟 Fish Lou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我的宗旨就是 让热爱篮球的你 每天都能掌球 微少于胡人 究竟是好是坏 这一点我们没有很好的答案 即使他在休赛季 扔进了大量的三分 没人敢保证 新赛季的微少 他的外线三分能完成蜕变 没有三分 意味着没有进攻空间 很多人说 微少是联盟中 最懂得如何与中锋配合的 矮将之一 既然空间不好 挡拆会不会是一个解决办法 所以我们就会想到那些 理所当然的画面 五号卫帮微少在外线设立掩护 微少获得空间突破篮下 好像我们之前担心的问题 就迎刃而解了 然而这里就会有人指出 微少还没有达到 勒布朗顶级组织者的高度 那微少组织进攻水平 究竟在什么层次 这部影片就让鲁鱼 来为大家解析 微少的进攻模式 作为组织者 他与那些顶级大师 是否有差距 首先鲁鱼先说出 我的个人观点 微少有差距 但差在细节处理 微少的基础技能 没有什么问题 勒布朗的招牌绝技 四分未长传 微少寻找队友的 动态事业能力很强 这也是为什么 他是现意推快攻反击 最猛的球员 阵地战表现来看 除了几个让观众 血压飙升的失误 微少的传球能力 还是OK的 他会在包夹的防守 压力中 精准地将球位到 外线射手手中 与内线的传球配合 是他最爱的独门招式 微少不仅非常喜欢 给中锋卫球 对于空切到篮下的前锋 后卫球员 他一样能交出 高水准的传球表现 上赛季的巫师 禁区有446次得分 来自于微少的助攻 大幅领先排名第二 特雷扬的343次 所以说 微少作为组织者 能力是有的 但距离勒布朗 克里斯隆多 仍然差很多 对不起 是克里斯保罗 自从他离开了快艇 我经常把他们搞混 微少距离这些顶级组织者 他究竟有哪些不足呢 比如说像这个回合 这里 76人面对微少的挡差进攻 他们安排哈里斯 暂时放弃他的防守对象 提前上前 用身位逼停微少 等待微少停下后 他马上回位 跟到巴村磊身边 防守效果看起来很好 像这里 微少再次叫了巴村磊 挡差掩护 哈里斯依然选择提前上前 之后马上回位 我们注意这里 在微少面前 是无人防守的突破区 他的突破启动 也已准备就绪 但丹尼格林 突然出现在禁区的变数 彻底封死了微少的突破路线 迫使后者减速刹车 我们再看 无师其他队友位置 从掩护发声 到微少传球 76人 其他球员的位置 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直到中锋 站在罚球线这个位置 在如此远的距离 用抛头终结 这回合才草草收场 这是恩比德问题吗 不是的 面对无师 李福斯的策略 是让他更好的保护篮下 倒不如说 无师中锋 要被逼迫到这个位置 完成出手 才合理一些 说到这里 相信你们能明白一些 无师打的有多么被动 没人会质疑微少的突破 既然他突破这么强 冲到篮下 一定能牵扯防守阵型 机会不就出来了吗 但我们去看比赛真实画面 事实并不是这样 我个人认为 这是微少与其他 顶级组织的最大差距 在一些细节处理 微少完成度并不好 最好的例子 我们参考速度较慢的东西奇 他明明那么慢 为什么总是能拉扯防守 无论是内线还是外线的射手 东西奇总是能为他们 创造绝佳的出手空间 我们可以看东西奇的选择 同样是面对防守提前干扰 你会发现 东西奇队友非常容易 就获得了顺下空冠的机会 而微少被逼停了 队友也没有出现很好的机会 不知道大家对追追熊 那一部解析影片是否有印象 他在影片中格外强调了 挡拆的慢极其重要 事实上东西奇不仅是慢 他非常清楚 自己核实应该快一些 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 一名持球人到底靠什么能拉扯阵型 答案是进攻威胁 我们看东西奇刚才的选择 当掩护发生时 他没有走这一边看似更好的左侧 而是走右侧 走右侧的东西奇也没有冲击篮下 他反而是在外线绕了一圈 我们注意这里 东西奇又余光看了一眼防守的位置 这时他加大步伐 突然加速到跑了几步 跑到了防守者前方 什么是进攻威胁 这就是进攻威胁 东西奇这个动作是为了抢到第一身位 于是他就可以牵着防守走 牵着约基奇走 顺下的球员非常轻松 就获得了空冠机会 约基奇如果去协防 东西奇突破路线就出来了 其实这就是挡拆的意义 你很难奢求 就因为一个挡拆 获得绝佳的空位机会 所以那些顶级球员 会关注一些其他东西 比如我们像东西奇一样 用挡拆强占第一身位 像这里 东西奇突然加速 故意跑到中锋面前 其实因为队友的挡拆 他已经抢到了第一身位 于是东西奇向后退 中锋不知不觉 离开了篮下区域 队友发现东西奇 为他创造的机会 成功把握住 非常轻松的切入得分 为什么我们会说 威少应该更容易 抓住第一身位的机会 因为他太快了 非常出色的爆发力 威少强占第一身位 有着天然优势 我们看这个回合 威少已经抢到第一身位 但他没有留意自己的 跟防球员位置 向后退的距离太远了 最后 威少没机会 顺下的中锋也没机会 如果在这个位置 威少就开始慢下来 等防守到自己身后 用后背卡住他 慢慢等队友顺下进去 这样效果会好很多 恩比德不退后 威少助攻机会就来了 恩比德退后 威少可以慢慢向内线施压 你退 我就进 这样恩比德就变得非常难受了 我们看这里 如果威少坚决地攻击恩比德右侧 后者一定会退向篮下底线 中锋的机会还是会出来的 什么时候该快 什么时候该慢 我觉得这是威少距离顶级组织者 最缺少的技能 仪曲车技能 它更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 但这细节有多重要 想必你们应该体会到了 它让一名新秀 到达了比肩顶级组织者的高度 威少的组织 更多需要队友提前无球跑位 才能对篮下造成杀伤 而东西奇强就强在这一点 你们看 东西奇在运球和中锋配合挡拆 其他三名队友就是在看 也没去跑位 直到东西奇在罚球线停下来 防守阵型发生了改变 队友突然发现有机会了 空切篮下就变得很容易 东西奇的风格是 你可以不跑位 我会让你看到机会 让你眼红的主动去抓住得分机会 而威少的风格 更偏向需要队友主动配合 可创造的机会非常比较有限 威少或许没有东西奇的底型 但现役后卫 能用身体强吃威少的 我相信没有几个吧 另一个例子就是克里斯保罗 你会发现 他的挡拆造意非常高 他很懂得什么时候应该加速 什么时候应该慢下来 即使没有足够的投篮威胁 威少依然有很大的进攻上升空间 只不过 他的打球风格就像他的个性 雷厉风行 我要是进攻 五个人也拦不住我 这就导致于威少的传球 持球单打意图会比较明显一些 那些顶级组织者都达到了 刚柔并济的高度 威少给我个人感觉过于刚烈了 他缺少了灵活的柔子觉 如果加入这一点 我相信威少个人带队威力 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如果没有 新赛季的胡人 需要将球少交给威少处理 不然那些无球跑位工作 我比较担心会把那些老头的累死 但谁知道呢 如果威少三分针的练出来 是吧 我们可以抱有极高的期望 前提是 他足够理性 好了 以上就是本部影片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卢鱼的分析 请点点订阅 欢迎来评论区 与卢鱼一起掌球